小熊 我刚刚在门口摔倒了 手都滑坡流血了 蛤 没事吧 你可不要笑我呀 没事啦 就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创可贴 创可贴啊 上次我被划到手用完了嘛 那你出去买一下吧 我现在也走不了了 不行 我出去一回啊 你那个血都流没了 怎么能行呢 不啊 你想干嘛 你还能做啊 今天咱们就来制制一个创可贴 肯定你出去买还乖 这个视频啊 你们一定要收藏起来啊 紧急情况能用 拿出一张忘人的纸纸 给它纸一条长条形出来 用剪刀剪下来 再把它剪短一点 毕竟手也没有那么大 再拿出一张纸巾 也是丝成长条形 接着把它叠厚一点 等一下可以附在伤口那里 拿出双面胶贴上去 再把边边修饰一下 有条件的小卡还可以贴一些贴纸 毕竟小仙女嘛 要在乎一下颜值 没条件的呢 可以自己动手画 这不就很好看了吗 后面也是很精致的 坐着坐着 差点把西西公主忘了 赶紧拿去给她贴吧 贴上去特别的少女心 一点也不会影响颜值的 可是你这又做一块 我还有其他伤口啊主人 对哦 我差点忘了 我来做一块小的吧 还能做一个圆形的 什么图案都可以水里四季 防身一分钱都不用花 我还准备贴两颗珍珠 这样她就可以忘了所有痛 好看吧 花钱还买不到这样的呢 但是我看了看 好像感觉哪里不对劲 你们发现了没有 有聪明的小可爱知道吗